台南市製作了本店使用国产猪肉商标 市长跟店家一起在店门贴上原型的标章 上面画着可爱的粉红猪 表示本店使用国产猪肉 瘦楼金美猪风波 让全国民众好忧心 台南餐厅业者纷纷抢着贴上标章 因为我们要跟美国的猪肉亲耳 为了让客人提到值得安心放心 所以我们就申请了这个标章 当然好啊 这样可以确认我们猪肉的来源 请爱用国产猪肉 开放进口美国猪正义持续扩大 台南市长黄伟哲朝前部署 辖内发行国产猪肉标章 黄伟哲亲自带队到餐厅鸡查 同时也大口吃美味的国产猪料理 我们从106年到现在109年 总共鸡查了441件猪肉 173件牛肉 109年1到8月 我们已经鸡查了51件猪肉 25件牛肉 都没有含莱克多巴胺 市府31号就开放业者申请 只要到附近公所办理 就能拿到台南特有的猪肉标章 台南市的各餐厅 团扇还有营养午餐 我们还是只使用国产的猪肉 美猪进口低价强势 但口感新鲜度都跟国产居有落差 台南市府朝前部署让店家贴出标章 民众光看门面就知道 吃进嘴里的是哪一种猪肉 记者赖罐张里呈验台南报道